日本强震海啸所造成的伤亡人数 根据官方的数字 至少有8600人罹难 失踪是超过了13000人 如此令人心酸 全世界许多人都持续给予祝福和协助 在高雄一家素食咖啡餐厅 就决定呼应慈祭所发起的 慕心慕爱活动 把餐厅一个月的营收 全部捐给慈祭 作为日本赈灾之用 这是您的发票 那谢谢您 我们这个月营收 营业也会捐给日本去赈灾 谢谢您的响应 谢谢 月营收全部捐到慈祭 要帮助日本受苦受难的灾区民众 老板的发心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配合他 又可以额外的去 他们做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部分 对我可以这样去做 我觉得很开心 这么美味的咖啡 然后又可以去帮助人家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来到餐厅的常客 听到老板发起的 约营收捐助日本灾区 许多人呼朋饮伴一起来消费 餐厅的员工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工作更有使命感 也格外有意义 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那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去伸出援手 一方面是素食灾界 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就是有我们的带领 然后他们也可以一起去 就是启发他们的善念 然后一起去帮忙 就是日本的灾民 素食咖啡厅想应此际为日本慕心慕爱 除了推广人人素食灾界外 也期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企业和社区民众一起行善付出 大爱新闻赵培挺王昭忠高雄报道